二人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岂有一个换了他的神吗?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的百姓将他闻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 所以你会看到在我分享自传的时候 和大家分享我怎样去灵修 这是一个简单让你知道的方法 但现在我们是尽心让你理解为什么 在灵修当中有很多人有这个误会 但当我们越了解神 你的灵修就会慢慢演变 成为更加有效、更加快捷 更加永远使你每天的生活 每天的思维、每天的说话 都是在查的 每天都要查的 所以你要听到 例如我自己早年的灵修 已经懂得懂得 第一我会检讨昨天 第二我会安排我今天 我用什么态度 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今天 无论是成功也好 或者是困苦也好 而事实上 灵修去到真真正正的 甚至是改变你的视觉观点 你能够理解到你现在面对的不好的老板 原来是一个可以在神的面前赚很多奖励 原来你看到一个困苦的人 你就可以帮这个人 他能够离开困苦安慰他的时候 神又可以给你一些金币 如此类推 你天国的货币就可以增加 因为灵修是让你重复又重复 重复又重复的锻炼 而使你能够去面对每日不重复的生活 但是很可惜 以前一些人 即我们说的天主教那些清教徒 他们完全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性质 没有什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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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索性是不生活在现世间 我们统称清教徒 他们生活在丹水砍柴 活在山间的方式 去希望能够使用性质 能够改变 重复又重复一些清淡的生活 重复又重复他们自己 每日祷告的几个小时 或者是默想几个小时 或者是念经几个小时 这样度过他们的人生 但是问题 那是不是神常 而事实上这个液体在历史上 慢慢带来 每一个人慢慢对神更加不认识 其实他们以为 重复又重复的原因 因为神悶 因为神无能 神的永恒里面的智慧 不是那么多知多灾 其实不是灵修的设计 是重复又重复的原因 他是处理你生命当中 一样重复又重复 会再恶高他的头 再会从死里复活的 这些私欲 灵修是为了使得你自死自己 灵修是使得你能够有效地将你自己的旧我 变成一个新我 是脱去你的旧人而穿上你的新人 灵修是为了使得你最后不会结出这些荆棘质离 这些可奏可作的果子 而是结出圣灵的果子 现在你明明灵修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真正的目的 其实真正的目的一直在圣经里 很多人以我传我 自己自发 产生一些千奇百怪的灵修方式 而枉费一生 但是你会看到 现在我和大家所分享的灵修 其实就是来自神 真正他的心意 就像今时今日的世界 我们不同的 在麻西亚或新加坡的迪迹 又不同的 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的迪迹迹 我们会找到香港 一个花花世界 但原来你也可以藉着一个 正的灵修 而在一个花花世界当中 你不会有邪情私欲 你仍然跟着真理 甚至你结出很多圣灵的果子 你完成神的 他在这个时代所命定的工作 明白吗 这个就是灵修 所以现在我和大家说了一个 肤浅的灵修的时候 我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个 尽心的灵修 让你避过生命当中的错误 无论是人家的错误 甚至是你自己产生的错误 因为如果我们灵修的话 我们知道灵修真正的意义 我们就慢慢理解了生命的深度 在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人生当中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 或者我们的本性 其实是有诸多考验的 但是好的灵修 会使你千变万化的应付底下 并且重复又重复底下 将你自己的内心 或者生命当中 由你自己的罪性 所衍生出来的各样东西 你治死它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 为何灵修 除了可以有丰富的一部分 但始终它永远都一定有重复 又重复 又重复 又重复的一部分 原因就是 只要你的生命当中 仍然重复又重复 又重复 又重复 又重复出回你的懊恶 只要你的生命当中 重复又重复 又重复 又重复 又重复又重复 又重复出回你的贪婪 一天灵修也有用 因为它免得你 因为这些罪 而跌入地狱里面 所以主耶稣亲口说 如果你因为一个罪 而导致你跌入地狱的话 一只眼睛导致你跌入地狱的话 你就刮掉它了 因着手导致落地獄,你斬了 主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无论为什么,那里都一定是在说真人真事 为天堂我们的争取 主耶稣基督竟将灵修推到进入更疯狂的地步 让你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灵修 原来我们灵修,不用搞到我们自己到最后 要搞到要画一只眼先上天堂 斬着手才上天堂 明不明白? 灵修真正的目的就是使得你 在罪未到一法不可收拾的情况下 你已经处理它 这不是一个未有人用过的概念 你看这些赌徒说 我斬手指戒倒 你可以说他们变态也行 你可以说他们犯法也行 你说什么都行 但问题是真的 很多时候一些人自己的罪假感 导致他在他生命中用一些非常的手段 使他平平安安过一生 但主耶稣不是说你平平安安过一生 而是说你上天堂 所以如果你真正好像我这么明白 灵修真正的意义 你才能够让灵修发挥最大的功效 去应付神摆在你生命中的每日所遇到的事情 不单止你身为一个平信徒 你不会跌倒 你身为一个领袖 你能够知道怎样增加你信心的金币 并且在增加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一同跌倒 为什么一同跌倒 就像我所说的 有些人随着他自己的成功 一路上升 他和他的成功一起跌倒 像素罗那样的典型是一个例子 所以你会看到 我现在跟你所说的灵修 是导致你有重复的部分 但是亦有变化的部分 变化的部分 就是你每日为神得着一个新的领域 你生命里面 心灵里面的领域 譬如你以前是懒惰的 现在你不懒惰 你可以愿意帮人 以前你无情的 现在你愿意去怜悯 以前你根本不懂得去施舍 现在懂得你将你的生命献上 去为神而活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是多知多哉 是有很多变化的 但是相对亦在另一方面 我们对圣经的固定灌输 知识 我们在祷告里面 学习去听神的声音 或者甚至在我们的信仰上 我们如何懂得去检讨我们自己 这些全部是要重复 又重复 又重复 只要你一日还活在这个聚性的身体 灵修对你就有这个帮助 但不是仅限于这个帮助 你要看耶利米书给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会换了我们的神 原来我们为了这个神 我们灵修 我们祷告 我们圣告自己的圆弱 但问题是 有些人要发现成功了 他已经不会灵修了 他已经没有灵修 一节 岂有一个换了他的神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百姓将他们的荣耀 换了那无益的神 我简直到我 然后是 我愿意 看见 好的 我彼此 彼此 我愿意 白尊主他所求神之日 我白心变成求神好人 愿鸡皮愿吻心 愿天生恐怖愿无心 心变成求神月亮天 我心里尋求神之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